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狗子辟谣赵丽颖绯闻男友 引发热议 网友 就算有男友也正常啊 在娱乐圈中 赵丽颖的名字始终与努力和拼搏紧密相连 她的演艺生涯如同她的个性一样 坚韧而耀眼 然而 就在最近 一则关于赵丽颖的绯闻男友传闻在网络上掀起波澜 让这位实力派女演员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事情的起因是一张赵丽颖与一位男生的合照 在国外某次偶然的相遇中 赵丽颖与这位男生留下了亲密的合影 照片一经曝光 网友们便纷纷猜测起这位男生的身份 有人说她是赵丽颖的神秘素人男友 甚至还有人谣传她是与赵丽颖有过合作的同剧演员 一时间 关于赵丽颖恋情的传闻甚嚣尘上 引发了无数粉丝和网友的热议 然而在这股飞闻热潮中 一位狗子站了出来 为赵丽颖辟谣 他透露 这位男生其实是赵丽颖在北京的司机 而且还是他们家的亲戚 这位狗子还回忆起一次偶遇赵丽颖父母的场景 当时开车的就是这位被误传的飞闻男友 这一消息的曝光 让原本沸沸扬扬的飞闻瞬间平息 对于这起飞闻 网友们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 他们纷纷留言称 赵丽颖一心搞事业 才没功夫谈什么男友 没有料可以不报 没有话可以不说 实在不行可以蒙下天气预报 看看能不能蒙对 人家私生活 方便让大家知道的时候 自然会公布 给他们自由吧 就算有男友也正常啊 他这么优秀 这么努力 这么漂亮 不该有男朋友吗 这些评论不仅展现了网友们的理智和成熟 也表达了对赵丽颖个人生活的尊重和理解 赵丽颖在娱乐圈中 作为一位实力派女演员 她的演艺生涯始终充满拼搏和奋斗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变化的娱乐圈中 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初心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对于飞文和传言 她从未过多回应 而是用作品和实力来回应一切质疑 小编觉得 赵丽颖对飞文的不屑一顾 可以看出 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有着自己生活和选择的独立女性 在这个充满猜测和八卦的时代里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隐私和选择 给予她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传闻和质疑 而赵丽颖用她的努力和才华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她的事业上的成功和个人生活的自由 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独立和自信 让我们期待她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绽放光彩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 2.赵丽颖人设崩塌 过往黑料被扒 网友震惊 藏得好身 赵丽颖临更新主演的《雨凤行》 定档3.18号播出 两人的二搭 也算是弥补了楚桥传结局的遗憾 虽说这次两人的合作 呼声非常之高 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 刚刚转型成功的赵丽颖会因为 这部剧一夜回到解放前 因为虽说这是一部稍微带点 搞笑色彩的清喜剧 但归根结底还是被划分在了古偶的圈子里 不过在这部剧里 赵丽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总监制 从这一点来看 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三次提名白玉兰的赵丽颖 却因为配音问题被骂了 作为一个演员 台词功底是极其重要的 在表演过程中 台词更是发挥了极其大的作用 如果情绪到位台词质地有声 那对对手演员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演员一旦被替换掉原声 那肯定是台词太烂 而有的演员为了避免被大篇幅的台词 甚至用123456这样的数字代替台词 要不然 数字小姐也不会由此诞生 而这次赵丽颖使用配音 也被不少人给嘲讽了一番 不过在与凤行的见面会上 赵丽颖直截了当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她说 之所以使用配音 是因为自己的声音不太适配角色 配了好几次也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 所以就找了专业的配音老师 虽说网上的嘲讽声还是不断 但大部分的人都是支持赵丽颖的 因为赵丽颖之所以使用配音 也是为了角色考虑 这里边并不涉及专业不过关的问题 况且赵丽颖还有不少原声 大爆作品之否风吹半下 幸福到万家都是 就从这点来看 赵丽颖都不应该是被嘲讽的对象 相反 作为演员以及监制的赵丽颖 把观众体验感放到了第一位 如果赵丽颖真要是各种逞强使用自己的原声 那对看剧的观众才是一种折磨 像有的人刻意追求原声率 结果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作品 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所以赵丽颖的选择 是没错的 不过配音的事情告一段落后 赵丽颖又因过往言论狠狠翻车了 最近孙怡和腾光正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关键是孙怡亲自发声明说自己是单身 可结局却是实打实的打脸 孙怡翻车后 网友们也开始吐槽说 明星们的声明是真的不能信啊 吴某反嘴硬澄清 结果下一秒就被绳之以法关进了橘子 李一峰紧随其后辟谣传闻 结果双手抱头当场被抓 然而赵丽颖当初批插澄清怀孕仪式 也被翻了出来 当初赵丽颖被转怀了冯绍峰的孩子 但为了澄清此事 赵丽颖特地发了个批插的照片回对网友 结果没想到的是没过几个月 赵丽颖就生了 赵丽颖的这一操作 也算是彻底激怒了网友 也是从此开始 赵丽颖的负面争议就没断过 这次与凤行出来后 嘲讽声依旧没断过 不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明星就是吃这碗饭的 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 不过从赵丽颖的心态来看 应该不会被影响 相反他会拿实力证明自己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